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观看Lode.js是这个消息服务机开发这一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三讲 这节课里面呢我们知道做什么事情呢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首先认识了这个Net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呢对它使用它来进行了一个单向的一个通信 那这节课的话我们就来实现一下双向的这样一个通讯 当然同样是基于我们这个Net模块 那这种双向通讯呢其实是 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个TCP的一个双向通讯 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好,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就实际上就多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第一个呢是使用这个Net来实现一个 使用Net来实现一个Connect 这个呢在上节课里面我们其实已经简单实现了 这节课呢我们就是说把它简单的再做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代码 好,首先呢这个Folder 好,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节课的做好的一个东西 我们既然要实现我们的这个Connect 那么在实现Connect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老规矩我们还是先把这个Saver先实现一下 在这里的话我就不再详细的去写了 我直接把它拷过来就可以用 好,Saver和Clite我们都全部拿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Saver也有了,Connect也有了 好,这个呢都是我们上节课已经实现的 这里的话我们就先用第一种方式吧 好,这个呢是我们上节课已经实现的内容 我们就不再细细的再去讲一次 我们这儿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是我们这个Saver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处理 为什么要讲这个事件呢 因为我们要实现双向通讯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通讯的代码写在哪 其实呢就是写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一般来说是写在我们这个事件内部 就算是不写在事件内部 那我们要进行通信的这样一个数据 也是通过事件来获取的 所以呢我们要重点讲的就是这个事件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aver的一个事件 这个Saver是指的什么内容呢 其实这个Saver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一个Saver 这个Saver它有一些事件 它有哪些事件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儿刚刚写到了已经一共有四个事件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四个事件给注册 Listening 看一下是这样写的吗 Listening 好这个地方我们就先把这个参数直接打出来看一下 比较直观 好第一个呢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那个的顺序来做 第一个呢是Listening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Connection 第三个是什么呢 Close和Arrow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先来写Arrow 好同样的我们全部打出来看一下 Arrow和Close 好现在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事件就已经写完了 当然我们为了区别到底是哪个事件 我们还是把这个事件的名称给写上 要不然我们就没法去识别到底是哪一个事件了 比如这个叫Listening 也要加上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一个测试 怎么来测呢 还是一样的做法 这个地方我们先把这个Saver给启动 注意看了 当这个Saver一启动之后 他就立马给我们发了一个 什么呢 发了一个Listening事件 什么原因 那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时候出发呢 当什么呢 当Saver监听开始监听端口后出发该事件 好 所以这个事件呢是从哪个地方出发的呢 是这句代码来出发的 所以说呢我们给这个标记一个 叫1 那这个事件什么时候出发的呢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1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写一下什么呢 触发Listening事件 好 这个呢是我们关于Listening这个事件的一个解释 其实它里面没有这样一个E 它就是说已经开始监听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管了 直接打出来就好了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看一下我们一共4个事件 实际上呢只 触发了一个 那如果当我们停止的时候呢 这样其实一个出发 一个事件都触发不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ZTimeout 好 一段时间后 关于ZTimeout的具体用法 我相信大家已经应该还是比较清楚吧 我这里就不再细说 看一下 当我们直接 我们在一秒之后 Close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会做什么事情 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其实E也是没有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SaverClosed SaverClosed 就说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关闭了 服务器 服务 关闭时 触发 关闭时 SaverClosed 好 那么这是这两个 那什么时候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 出错的时候才会触发这个Arrow呢 Arrow的话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这个服务器出错的时候 服务出错的时候 然后出发这个很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参数了 就叫Arrow 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说 SaverArrow 然后有一个参数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事件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Connection 这个事件有个什么时候出发呢 客户端 连接成功之后 出发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就能做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当前的这个User 进行一个技术 怎么来做呢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呢 CUI 当前UserCount 好 当前用户只有一个 只有0个 没有人 那当这个连接来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做呢 就必须加一个人 那什么时候关呢 这个地方就要涉及到我们这个Socket 这样一个对象了 当每一个这个客户端连过来的时候 那么服务端也会同样产生一个Socket 就是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呢 他们之间进行一个点对点的一个通信 那如果说我要群发广播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对每一个Socket 进行一个便利 然后呢 给他们发消息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样一个双向的通讯 点对点也是双向 一对多 群发也是双向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做群发 群发怎么来做呢 要群发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Socket List 做成一个宿主 然后我们每次 添加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 加入到我们这个宿主里面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Count 还有没有意义呢 其实已经可以不用了 因为我们可以统计这个宿主的长度 那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嗯 客户端的一个数量 那该什么时候来移除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既然要移除 那很明显 我们的这个客户端 需要进行一个断开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怎么做呢 服务端事件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要考虑Socket事件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我们的 connect这样一个事件 那这个时候 Socket到底有哪些事件可以用呢 第一个 一共有1234568个事件 这8个事件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想一下 第一个lookup lookup就是什么呢 查找DNS 当查找这个DNS成功之后 那么它就会触发 那很明显 这个事件是在哪个 是在哪个地方 开始用的呢 就是在我们启动连接的时候用的 所以 它呢 应该在哪里来写 就应该在这里 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connect 是这样子做的 那很明显 我们的这一个 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就需要来给它注册一些事件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 注册什么事件呢 我们 看一下这个client事件 首先第一个 肯定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lookup 好 lookup之后做什么事情呢 lookup之后我们就只需要 打印一下我们的 lookup 就好了 当然 除了lookup 我们还有什么事件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connect事件 这个地方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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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 to server success 就是连接服务器成功 好 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事件 这个地方我们就剪快一点 直接进行复制 一共有八个 我们把八个全部写在这儿来 一二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六 还有两个 七八 看一下 一共八个事件 那么第三个是data 还有timeout 所以我们把这儿 timeout 那我们就改一下 改成timeout 然后是 好我们就把 世界名称写出来 arrow和close 按到arrowclose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end 当然 arrow也是 可以有arrow的 这个地方是connect arrow 然后把我们的arrow对象给打出来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close close的话 就是说 flag 就是一个标记 close flag 好 data我们就不说 还是放在这个位置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 connect这样一个段 看一下这个情况 当我们 在执行我们的close的时候 首先它第一个事件是lookup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dns 查得成功了 就是说找到这样一个ip了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往上走了 往下开始继续继续去连 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个collect arrow 就是说我们客户端出错了 为什么出错呢 就是说我们连不上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连接出错之后 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close了 所以说呢它既然说连不上 那我们这个连接就关闭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 这三个事件 那如果还有几个事件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个timeout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能够连到服务器 但是呢那个连接很慢 就是说超时了 到超时都没有连上 都没有响应 所以说呢它就是说timeout 然后connect 又怎么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要实现connect 我们先把这个服务端启动 启动之后 好首先是lookup 第二个也是出错 为什么也出错呢 因为我们在这边自动 把那个saver接下来关闭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关闭的这个代码 先给它去掉或者改大一点 10秒之后再关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得及 好监听着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 出发了两次吗 不应该哦 看一下 这个and 这个and不应该这样来做 就应该输入and 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出 就有一些问就会出来了 首先这个服务端是关闭了的 就说在10秒之后会关闭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客户端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顺序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是lookup 当然是第一种 第二个呢是连接到服务器 第三个呢是 这是服务器响应的数据 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 这个应该是刚刚我们改成的这个and 就是说 tcp连 就是服务端的 服务端给我们响应的这样一个and 这样一个 事件过来 然后呢客户端 再是close 这close和刚刚的close有什么区别吗 看一下这个地方是force 就是说 这个并不是 并不是标准的直接就是close 而是由于服务端哪出错了 然后这个链接被强制断开了 所以这个close close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force 这个force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这个链接没有没有出错 就是说服务器自己就断了 那么就 就是force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把它更形象一点 我们应该怎么来写呢 就是说这个hansflag 就是说这个hansflag 应该是一个hans hansarrow 有没有错 如果有错的话 那就是错 这个也很明显 我们能够是感觉得到 看一下 哦不能用起sever 起错了 是不是有是是否有错 有 看一下关闭有错 有错 有错误的arrow 有错误的关闭 就是tool 那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服务断连不上 那整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事件的一些处理 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东西 首先是第一个 这个connector 这个缓冲区域这种情况 好像这个错误没法触发 其实这个错误是不是那么容易触发的 所以说这我们就暂时不掩饰它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那个hello是怎么出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data的时候 来的 所以说我们就要写一个 receive data 好收到数据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看一下了 好先把saver启动一下 好启动了 启动了saver之后 我们再启动close 这个时候已经 end 已经正常的 呃 这close正常没报错 所以说它是false 那我们让它报错 怎么来做呢 我把这个end去掉 实际上我们可以 看得出来这个 这个connect和这个socket 其实是同样一个东西 既然是同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事件 能不能全部copy过来用呢 其实很明显是可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事件放到这里来 那这个加1我们就暂时不要了 因为我们用这个 来做就可以了 好发数据我们也不要了 既然我们这个面 变量名字肯定要改一下 因为我们用的是socket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了 呃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啊 是 先是silver的事件 所以说我们save的事件先不管它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好 就现在现在就是说我们整 这里还有个括号 这样子的 好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包在里面去了 那我们想一想这些事件能不能触发呢 当然这个触发就是在save端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在save端看一下有没有出错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timeout 这个关闭给阻止掉 好save一启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connect也启动 注意看 这个时候我们save端其实 好像看起来是任何事件都没有出发 为什么呢 我们来想一想啊 首先第一个查查DNS 对于save端的这个socket来说 它并不需要 它是只是等待客户端来连接 所以它并没有查查这个DNS 所以说这个事件它是不需要的 第二个连接 这个socket只要存在 那么它就不存在连接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其实是客户端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形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忽略的 这个超时是还可以 还有又是end 这个end 服务端的end应该怎么触发呢 还有服务端的data 服务端出错 还有close 这个地方既然是相对的 那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当我们这个客户端连好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关闭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客户端我想断开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也可以close 客户端连好之后我就断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起一下客户端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情况 好注意看了 当我们这边客户端直接强制断掉的时候 那么服务端有个什么东西呢 它出现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来的 是这个地方来的 是这个地方来的 就是说error 好 这个error的话就是 就意味着什么呢 客户端连接丢失 好 然后是具体的一个error信息 那么这个是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 客户端已断开连接 然后就error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所谓的error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启动一次 看一下这个地方并没有close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有些什么东西 有些什么方法呢 好 这个end 那我们就是end 看一下服务端执行了end 那我们后段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也就会触发这样一个end 这样一个事件 就是说客户端我说我停止连接了 所以说服务端的话就会说客户端已断开 当然这个的时候这个和刚刚那边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这边这个end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客户端正常断开 然后出现end呢是客户端异常断开连接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好 其他的这些事件的话我们就不再细细的再去解释这个事件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如何来做这个双向的一个通讯 双向通讯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socket之后我们就给他发消息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做呢 当然这个socket list 既然 既然有了 所以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对它做什么处理呢 就是说看到这里这个是不是存在 如果不存在是不能够 再发的 所以说就需要做一些移除的一些操作 就比如说在这个end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socket给移除掉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去做了 我们在在这儿来做这个发消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每隔三秒 我们每隔三秒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 就把这个 所谓的给他发一个消息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for each 当然这里面肯定就是我们的socket 每个socket都给他发 发什么呢 我们就给他发当前时间就好了 好连上来之后我们给他每一次都给他发 当前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我们先把saber打开 然后打开collect 看一下 这个时候直接就是客户端一层段开链接 然后就出错了 这个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我们的connect这边直接一秒之后就end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去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关他 我们再来连一次 好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发数据过来 这边我们也重新开一次 注意了 connect arrow连接不上 是因为我们这边出错了 这边出什么错了呢 数据非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交互 是比较难懂的 好连接saber成功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等待他发数据 我们每次把那个数量给打出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socket 要不然我们看一直这儿等就看不到 这样一个数据到底发没发 好重新起一次 应该是0 我们客户端连过去以后 它应该会变成1 好 这个地方我就犯了一个错 什么错呢 就是说这个3000就是只执行一次 它并不会每次都执行 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它用成 这是interval 这个是 犯错了 好重新来 这个时候当然客户端也是错的 连一个 看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就变成了 1 只不过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 evented data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出来的呢 是我们这个saber 发数据的时候就出现了 这个地方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发的是这个是new data 其实我们需要发的数据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需要发的数据是什么呢 它指认我们的buffer或者是死字问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给它转换成对应的一个格式 否则的话它就说这个这个数据解释 我解析不了 所以它就会报错了 所以它就会报错了 哦 这里 好 好 我们需要启动saber 然后呢 再来启动我们的connect 好 现在的connect会有一个 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是不是收到我们的数据了 那如果我们再启动一个客户端 那是不是也能收到我们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来了的connect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看一下数据有两条 然后每次我们两边都能收到数据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服务器往这边发数据已经实现了 那怎么来往服务器发数据呢 好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使用它来给服务端发数据了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每两秒我们发一次数据 这个呢也就是connect 它也做一个write这样一个事情 connect I'm connect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connect 好 客户端一场段开连接 我们再来 看一下 我们后端也已经拿到数据了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I'm connect 已经拿到了 所以这个 其实我们给它关一下 也是能够拿到的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其实connect只有 只有两个 但实际上这显示四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移除 我们就需要把这种做错的给它移除掉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程序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双向通讯 就是说connect 发 然后 server端呢就通过这个监听我们这个data 这样一个事件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数据 然后server端发的话 也就是通过socket.write 来发 然后connect端也就可以通过这个data 这个事件 收到我们的server端的一个数据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net相关的一个双向通讯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节课的 这个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呢就开始讲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下节课的话就开始 基础聊天式服务器的一个实现 这个的话我们首先实现的想实现的是什么呢 我们想实现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tcp的这种方式来做聊天 而不是用这个 后面的基于http的这样一些协议 我们首先是要 搭建好我们的这样一个 tcp的聊天室 好我们就下节课再见 接下来 接下来 谢谢大家